提着Panatoni 要出发佛罗伦斯 嗨 guys 今天呢还蛮难得的 就是既然在晚上做一个开场 但是其实因为今天我要来个大开箱 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今天等一下要打包行李 因为我们明天要前往佛罗伦斯肥冷萃 对还蛮last minute的 就是因为工作的关系 这一个呢又是Neoflame他们家寄过来的 上次呢有跟到团购的大家应该记得 就是我跟Neoflame之前有团购一档锅具的合作 我现在呢还是用得很开心 有在看我的影片都应该看到 我一直在用他们家的锅具 天啊超多的 这个呢是他们家这次的新品 就是做这种鸳鸯锅的 我之前有给大家看过我的鸳鸯锅的 可是这一个呢它是有另外一种的 它是直线的 然后也是鸳鸯锅的形式 不过呢它有附蒸笼 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概念呢就像是这样子的 这一次呢寄给我试用的是FICA系列的粉红色 超梦幻的 天啊 你看这个颜色 还有另外一个呢 这个 这个是我的盖子 还蛮可爱的有没有 而且这个应该也是防烫的 天啊是太过水了 OMG我真的受不了 我少女心的大爆发 这个是稍微大一点点的牛奶锅 这个应该是里面要酸什么东西酸紧的 可是这一次呢FICA系列呢 是木制的这种锅饼 还有这个是平底锅 上次呢之前的那个Bella那些都是比较那种斜斜的 这个呢都是走这种比较直角的路线的 这个呢是拿来做西式的料理是比较好的 这个是烤盘啦 这个烤盘 我告诉你这个烤盘要拿来做什么用的 就是上面会有那种纹路 可以自己煎牛排啊 然后做任何的BBQ啊肉片啊 我刚刚本来打算开箱完这些锅具呢 就是要来打包行李 但是呢开箱一个太兴奋了 现在已经有点晚了 所以呢我可能明天早上早点起来 再来打包行李 那就准备出发Florence 看这Panatone要出发佛罗伦斯 Good morning guys 一早很想吃Greg's的Sausage Roll 所以呢我找到这个是比较相近的 他们这边没有Sausage Roll 但是有Salami Pizza 真的很难想像有一天我竟然也会想念英国的食物呢 真的我最近真的有深游感 就是我觉得我已经被英国通话的还蛮严重的 就是我现在才能发现我有很多的生活的点啊 就是超级英国 早安 我昨天没有Vlog 因为昨天呢就是有点混乱 今天呢是第一天在Florence的早上 其实我们等一下就要离开了 那我们现在呢就是到处晃晃 这个城市呢其实不是很大 大概15分钟就可以走到一些比较主要的景点 那我们现在就先去看看那些Baby的教堂 天哪好漂亮 有点超过我的预料 看起来好像假的 真的有点穿越的感觉 真的有点穿越的感觉耶 你们看这边目前是空的 然后25号的晚上呢 他就会放那个Baby Jesus 这座教堂应该是我目前在欧洲看过最令人赞叹的一间教堂 这边路边呢有好多种这种皮革店 空气闻起来都是皮革的味道 有兴趣挖宝的人呢 可以来这边逛一逛 这边的这一座大卫像呢是复制品 那珍品呢他是在另外一个地方 不过呢就是当地的人跟我们说看这个就可以了 因为基本上一模一样 可能我们也是看不出来啦 这座城市真的好美喔 我想要就是找一次机会好好的来个几天 然后把这些呢全部都好好的看透彻 感觉这次有点太走马看花了 就是没有太多的时间 你看这边有一个人在那边拿钱 刚刚不是在那边看到有一个人在那边挖钱吗 后来才听到人家说就是他其实是在那边修那个水电的工人 然后把那个钱移开他才可以修那个钱下面的东西 然后大家可能都在误会他 因为那边有一个人没有礼意廉耻在那边拿钱 现在这边呢我们来到的是一座很古老的桥 然后这座桥上面呢有很多的商店 所以看起来呢旁边都是满的就像一条街一样 不过呢他是一座桥 这边呢是这个桥的外观 所以他真的是一座桥喔 不过看起来很不像 这条街上呢有很多那种珠宝啊 首饰啊手表之类的 然后男友跟我说就是这条街呢 这个是全意大利珠宝最有的一条街 这里有圣诞老公公在划船 Their advantage 离开肥伦翠之前呢我们先来米开朗基罗广场这边看的 這個好像可以看到整個城市的view 應該蠻美的 而且現在有點霧氣啊 有點小小的飄雨 整個很浪漫 哈囉大家現在是24號的早上 今天呢就是聖誕夜了 那我今天呢一早起來就是趕快趕 這支影片呢給大家就是 今年的最後一支片 那希望呢今年大家一起跟我聖誕倒數12天呢 非常的開心 也希望呢你都很enjoy我的影片 等一下我們就會去車前往Leko 就是我們今年會過聖誕節的地方 那就是我盡量呢就是可以記錄的話呢 記錄一下這個我們怎麼過聖誕節的一個過程 1月的時候呢發一個vlog給大家 讓大家也稍微感受一下這個義大利爆吃的聖誕節 那在這年末的時刻呢 我也想要跟大家說一聲謝謝 謝謝今年呢你看我的影片留言 或者是跟我互動 或是在我直播間呢跟我一起聊天 你們呢就是不知道你們對我有多重要 很謝謝大家讓我又度過了很精彩的一年 那我們就明年見囉 掰掰